今天呢我给大家稍微讲一点 目前东土杰斯坦维吾尔人的处境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那么到目前为止 通过上星期二的 美国国务院官员斯卡特·巴斯比特在国会的作证 我们知道他是根据美国情报系统的汇总 而发表他的听证 那么在这里头他说超过八十万维吾尔人 超将近二百万的维吾尔哈萨克克尔格兹 以及其他土杰穆斯林民族在集中营里头 那么这是相当大的数目 基本上是维吾尔人口的百分之十 而在集中营里头呢 已经出现了死亡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从集中营里头活着走出来的 现在在作证的 在海外有四个很有名的 一个呢 是米尼格·托尔顿 中文里头把它翻译成米娜女士 另一个呢 是哈萨克斯坦的 他是第一个 埃尔格·白克利 然后第三个呢 是塞尔格·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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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学习习近平的思想 包括学习什么三字经啊等等的 要背诵下来 还要背中国的那些去极端化 等等的各种的这些法规啊等等的 那么这个从早到晚 然后呢没有足够的食物 然后男的女的全部要剃光头 而且呢在搜查的时候 在搜查女士的时候 男警察就站着看 把女士们剃光了 那么这种身心的折磨 使得在集中营里头 已经出现死亡 根据米娜女士的作证 在三个月里头 她的那个耗子里头 大概四十多个人 最高的时候六十个人 已经有三个月里头有九个人死亡 尸体从那被抬出去 这个里面的耗子里呢 因为拥挤 晚上他们一部分人睡觉 有几个人还要站着几个小时 龙患才能睡得着 那么这样的一种 恶劣的环境 已经造成了 出现了死亡 那么所以这种情况呢 维吾尔人是处于非常危险的一种境地 非常危险的一种境地 那么这个情况呢 应该引起 每一个有良知的 有良心的 正义人士的 分开 因为今天如果是维吾尔人在这里头受难的话 那么如果我们看新闻的话 上个星期的二 宁夏自治区 已经派代表团到维吾尔自治区 去学习 如何管理 他们主要是派警察去学习 那么前天的报纸 已经报道 香港特别行政区 保安机关呢 也派人到维吾尔自治区去学习 学什么 学把人怎么去洗脑 怎么去关到集中营里头 也就是说他已经开始 从维吾尔自治区作为实验场 已经跨过了嘉宇关 到了 宁夏 已经开始延伸到香港 而且这个集中营 陈全国最早是在土伯特 实施的 那么他从土伯特呢 把它搬到维吾尔自治区 扩大 然后更为系统化 现在呢 又开始向宁夏 香港这些地方呢 交述这些经验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保证 他如果不 我们不去制止 不去阻止这种 非人类的 这种野蛮暴行的话 那么明天 那么明天谁也阻止不了 他在中国的蔓延和泛滥 那么最终将吞噬 每一个不反抗的人 最后呢 包括那些帮助了这个系统的人 这个也是二战的时候 纳粹德国 同样经历的 一开始 是打压共产党 打压公会 打压天主教徒 然后是犹太人 到最后呢 他里面的 凡是反抗的 凡是对他不满的 抱有怀疑的 都被关进去了 包括德国人 所以 我们必须 进行反抗 必须谴责这种 非人道的野蛮暴行 好 今天有关这个 东土军事的情况 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